吴连郎 美义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1月1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今天开始来看到 为了鼓励花莲县中小学 参与全国客家艺文竞赛获得夹击 花莲县政府16号在大礼堂 举办了112年全国中小学 客家艺文竞赛东区初赛 及全国决赛的颁奖典礼 先来许专闻 首先感谢各项政治公所 以及社团与县府客家处 合作系所推动课语 以及乡土教学进入校园 为语言文化传承来努力 现在学生会特别感谢 所有老师和家长们 无私奉献和支持 培育这群优秀的学生 在这里真为真的要谢谢 各项政公所在花莲县客家事务处 我们在执行乡土教学 还有我们的课语推动的时候 进到学校 进到国小国中 甚至幼儿园所 我要谢谢所有的乡政公所 大家一起携手同心的努力 让这一张族语的网 以及我们的很多文化的网 透过这样子的行政体系下去 那当然也有相当多的 我们的社团 无论是用这个语言 或者是表演艺术 来做我们语言的传承 那在这里一并的感谢 客家输出处长 监仙表示 借此机会表扬 除了鼓励以及感谢花莲县内参与 120年度 全国中小学客家艺文竞赛出赛 以及决赛的获奖学校 并且肯定付出以及优越的表现 借此机会看到客家学词 展现出赛的表演技巧 记得继续观察不到